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尤其像大悲咒这样 像昨天道庆法师来 请法 他们说他们那边有一个老菩萨 老比丘尼 这个坐骨神经不好 中医西医都是束手无策 医了很久就是没有办法 后来没办法了 就是从早上念大悲咒一直念到晚上 从早上一直念到晚上 每天求大悲咒是这样喝 坐骨神经痛 好了 OK了 好了 念好了 人还活着吗 这可以求证的吗 人还活着吗 所以佛力的加倍是不可思议的 在《能学经》里面讲 十方三四 一切诸大菩萨 如果没有佛陀的加持 异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一切弘法则 在弘法以前都应当先称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求佛陀来加倍我们 加倍我们 已经那个大菩萨说法 都要佛陀加持 何况我们这个凡夫 就像我以前 要上台演讲 刚开始 要上台演讲 要上台以前 我都是一直认真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这个跟观世音菩萨是特别有言 特别有言 所以 真的是很帮忙 很帮忙 那所以说 如果我们一个人有菩提心 行这个念佛三昧 专心一佛 一切烦恼 一切的租障 细节除灭 那年经这么说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入海之船 陈顺丰 速季 速度就更快 顺丰啊 速季就很快就到达了 就像伦王之子 他的儿子一出生 辅度地 辅就是财啊 财刚刚出生 度地就是刚刚出生 一出生啊 就称为尊 可以说是应念的锦 锦就是拜见呢 朝见呢 就是弥陀 撒那变身净土仪 就是我一生一世的坚持 就是净土法门